中文字幕提供 包括星期三的布魯塞爾開會 超過50個國家討論加強烏克蘭防空能力 烏克蘭收到德國提供的四個防空系統當中的第一個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指稱北溪管道洩棄事件是國際恐怖主義行為 他說俄羅斯不會向歐洲領袖討論的實施油價上限的國家出售石油 由22歲的阿米尼之死引發的抗議仍然在伊朗繼續 平時導致28名兒童死亡 救援人員星期三一印度北方邦救助洪水災物 異常遲到的雨季在全印度範圍造成嚴重破壞 在過去24小時內有18人上生 泰國上星期的日拓中心襲擊案的36名死者 在星期二舉行大規模火葬儀式 死者當中最少有24名兒童